首先我感谢王小龙老师和马玉冈院士的热情邀请和安排 非常高兴能有机会今天跟大家讨论 你看我右边这个图是我们学校的主楼 披萨堡大学主楼 是美国最高的一个学术教学楼 看到左边那边这是我们最有标志性的复旦的楼 就是我回想起来刚才有人问到我最近什么时候回去过 那还是我一想还是五年前了 那是2017年的时候是于悦老师和吴永实老师安排我 到复旦做了一个延迟简短的比较简短的访问 回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 希望能够上海尽快尽早的摆脱疫情 全国尽早的摆脱疫情 所以我们能够回去交流 另一方面尽管我们这次讨论不能直接面对面的谈 可是这样的Zoom这个机会也很好 因为你看有很多的老师在全国各地都可能参加我们这个讨论 所以呢我们应该这个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 能够把这个即使在远在各地的老师也都在一起来共同讨论有兴趣的这个物理 今天呢我想讨论一下呢就是这个题目就是 Who Ordered That? 甚至是历史 所以今天呢我打算把这两个部分内容呢结合在一起 当然讲的就要简短些 就不能那么详细 我希望呢不管是上次听过的和没听过呢 可能都希望有一定的启发 那么这又是一个新的例子 这个时候1948年发现这个现象 这个科学家叫Lattice 是一个法国科学家 他就给这两个例子命名了 他管这个例子呢就命名为冥王 然后呢把前面的例子就帕阳 这个帕阳例子呢 它是有强相互作用的 它作用很强 它的寿命更短 它很快的就 它就消失了 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这个恰恰是前面我说 没有遇到的那个 那个是尤卡瓦预言的那个例子 这个尤卡瓦预言的例子呢 是要参加强相互作用 因为尤卡瓦预言这个例子的时候 就是想希望用有这么一个中间介子 来传递和子子中子之间的合相互作用 所以这个呢 对此呢正好可以预言这个质量范围 当时质量范围就是135GV左右 果然前面这个例子又具有强相互作用 又具有这个这个类似的寿命 由此尤卡瓦为此在1949年拿到努比奖 现在大家经常用到的尤卡瓦 potential 就是那时候的一个 那个结构构造出来的 那么不仅Muse对这个 发现了它前面的这个 它在parent的particle的贡献 实际上呢 它对下面的很多的研究的性质 都提出了都有重大的作用 大家最著名的一个 尤其对我们华人物理学家来讲 就是吴建雄先生 他做的最著名的古六十实验 这做的古六十实验 就在低温情况下呢 能够使古六十呢 有一个极化 这叫做一个固定的一个自权极化方向 在低温的时候 这个极化方向是确定的 而且比较稳定的 那么它树立了一个空间的一个参数 一个参数方向 由此可以看待衰变 这古六十弱衰变 衰变成电子速以后 这个电子跑的方向 你把这个电子跑的方向和这个极化的方向 来点称一下 结果就是cos 这个cos呢 如果要是有跟cos线性有关的 那么cos等于1和红线等于-1 它的它的数值就不一样了 意思就是说 与这个空间繁衍的正面和空间繁衍的负面 它俩就不一样了 果然经过这个古六十的实验 发现电子正往基本上往一边跑 它你看它正好呢 是它的这个电子的动量方向 跟它自旋的排量方向相反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定义为 这个电子就基本上只在左手的相互作用 所以为此证明了 宇成在入相互作用当中是不守恒的 宇成的变换不是不变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实际几乎同时 Leon Letterman和Friedman 领导了另一个小组 仍然在Columbia小组 他们就把Muse给停下来 基本上Muse跑的非常非常慢 因为Muse本身是次权二分之一的嘛 它本身就有次权 所以你把Muse跑的非常慢的时候呢 它这个自旋方向就已经确定了 那这个时候呢 实验更好做 比无线这个实验简单 而且又简洁又清楚 它就直接看到 果然跟这个出射角的Cosine 是线性 那么线性说明了 你这个Cosine等于正和等于负的时候呢 它是不一样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 这样的实验 就非常明确的证明了 这个宇成不守恒 这个时候既然我说到这了 就讲一些简一简一简 这个很有意思的历史 大家经常会问 吴先生为什么没有拿到尔布尔奖 这个里边有很多实际的历史 很长了 这个是去年 吴先生的孙女 叫Jada元 大家知道为什么这姓元了 因为这是元家后代 元世凯的后代 所以呢 Jada呢 当然是美国生的孩子 他就在去年年几时候 写了一篇回忆 他祖母的文章 在其中我摘取了三段 在大家我们在美国 大家都认为是知道的 重复一遍呢 可能就更明确一下当时历史 他说 这是这个Jada的原话 他说 Christmas Eve 就是Christmas那天 这个吴先生在华盛顿 这个标准局做实验 做完实验以后 他踏上火车回纽约 因为他非常兴奋 非常激动 他发现了这个实验 发现了这个实验现象 他回去就告诉李先生和杨先生 说 他果然发现 这个电子出来 前后不是追尘 所以这实际当然是最初的一个 最初的证据 毫无疑问 吴先生是第一个 做出这个实验 可是当时呢 因为Letterman他们 也都在克龙比 他们都是很好的同事 Letterman马上就把他的实验 做出来了 Letterman的实验结果 比吴先生的结果出来还快 他的文章就成文章了已经 所以但是呢 李先生说 我们都是同事 你明明知道 这个 吴先生这个实验 你不能这样 抢先那个发表文章 所以Letterman 就把他的文章 就没有发表 你看那个 Data这个文章说 Had they not been Colleagues in Colombia Sat a narcissist were not likely to have occurred 从那个时候可以看到 我们那个时候做科研 跟我们现在做科研 还是这个 从一些这个 道德水水上 还是不太一样 所以结果呢 这三篇文章呢 就同事发表了 吴先生这篇文章 当然是第一 做完了以后 Letterman这篇文章 尽管先成文了 但仍然等着 吴先生这篇文章出来 紧接着出来 然后那个 Friedman呢 是从史卡古那边来的 他们第三篇文章 连着同事发表 但是Data就把这历史 说得很清楚 说尽管这个 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胜利 实验从政大胜利 但是这个损失 已经组成了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三个人 几乎三个人 同时做出了 三个不同的实验 所以结果呢 他原话就说 The Newburgh Committee declined the award to any experimentalist 没有给任何 做实验的人的实验 结果 没有给任何 做实验的诺贝尔奖 结果就是 李先生和杨先生 为此在1957年 获得的这个 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当然是我们 大家都后话 我们大家都知道 是我们这个 整个高能物理的先驱 也是我们最接触的 这个高能物理的 这个华人代表人物 所以下面呢 就接着讲 这个冥王的story 这冥王啊 不仅在那个语称 破坏当中 首先起到了 重大的作用 而且他在很多很多 物理的发现里面 都起到了 开创性 开端性的作用 Lederman做冥王 做得最好 你看刚才那个实验 就是他做的冥王这边 然后呢 他继续研究冥王 他在Borkheaven 做了一个 单冥王实验 他在Borkheaven 做那个 单冥王实验呢 就发现这个 这个冥王 这个不变质量 不变质量谱啊 它不是冥王 不可以从光子 碎裂出来吗 它可以从 碎裂出一对嘛 你就看它的 不变质量 就发现 MU子的不变质量了 并不是像 Photon那样 从这个 从很小的质量呢 然后到很大的质量 就联系下来 这里就发现了 一个风 发现了一个 一个access 一个enhancement 我对于觉得 好像这个地方 是有新现象 但那个时候呢 因为这个 科学是非常非常严谨的 你看到这样一个结果 你也没有一个 很明确的一个解释 就没有统计 统计度也不太够高 所以大家都管 这个叫Lederman的肩膀 你看一下 这个肩膀 除了肩膀以外 别的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了不起 所以结果就这样 它就停下来了 可是大家知道 后话是什么呢 后话就是这个 这个实验呢 被继续继续做 然后呢 丁先生 有一个最好的 一个量能器 他在这个 这个地方 用正负电子来测 他弄了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量能器 一个分辨率非常高 你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风 丁先生的肩膀之后 当然我们都知道 这就是丁先生 都会讲的一个重要工作 所以这个冥望呢 还仍然继续有用 这个Lederman 对这个冥望做得最好 他就回到Fermelab去做 他回到Fermelab 继续做冥望的 这个Spectrum 然后他那个附近 就发现了一些 高高低低这样的风 这回他不愿意再灭尸掉 他说这回我看到了一个风 这个就看到一个风呢 然后他就叫这个 一个心理现象 所以其实最开始 这个风的时候呢 比较弱 然后呢 统计度加上来以后呢 这个位置就改了 质量就变了 当时大家开玩笑 Oops 那样 然后大家 因为他那个最开始 看到第一风 实际是位置是有点错的 但是后来他继续研究 这个分辨率加强以后 果然这个BB8的功能态 就是Oops 就是在这个地方 首先发现 然后为此 他们就管这个名字 叫Oops 就是来衬托他以前 这个做的统计度不太高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像大家管 叫Oops 的力量 所以你看 这个是在这个 在Fromalab 这个不仅是这一赛 是冥王 起的头 而且这个 BB8的 这个Oops 这个功能态 也是在冥王 所以你看冥王 这个例子 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先进性的东西 那么我们会将 接着讲很多很多例子 这个实际上 举一反三 而且这个温度不知心 所以我们看到了 以前这些对冥王的应用 你可以觉得 冥王还对我们 有很大的帮助 那咱们继续讲 冥王的story Once again Lederman对冥王 做的是最好的 然后他发现 他这个冥王 基本上百分之百 是从Pi-on 衰变出来 你从墙下后 产生出很多很多Pi-on 这直子 用直子打靶就好了 打靶打出来 全的墙 这个Pi-on Ki-on 打出Pi-on Ki-on 以后呢 Pi-on 几乎百分之百 就摔白成冥王 那么你就产生出了 冥王病 如果这个太阳 要是有一定的动量 那么冥王都是往前跑的 这个 Neutrino也是往前跑的 这样 你就产生出了 那个 Neutrino的速流 你就可以用 Neutrino的速流 中性的粒子 不用加速 就可以来考虑 这个Muse Muse的速流的 那个对撞 那个碰撞性质 所以为此 实际上 那个 Lederman和Schwartz 和Standberg 是为此拿了 但是在拿到Neutrino之前 他们发现 打出来这个Muse 产生出来一些 对应的 这个中微子 这个中微子 在发生 第二次反应之后 仍然出来Muse 而没出来电子 这什么意思呢 说这个出来Muse 跟这个是Pi-deur 而这个Pi-deur 出来以后呢 仍然跟下这个Pi-deur 它是带了一个 Quantum number 这个Quantum number 就是一个新的Quantum number 就是Muse on Flavor 所以这个Flavor 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要不然的话 有那个电子和Muse 你怎么知道 它们有什么明显差别 它们有一个 不同的一个 基本上是 Conserve的Quantum number 这是一个Flavor Quantum number 因为这个Neutrino 跟它的差别 它这个跟这个 以前那个 Pi-deur 的Neutrino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实际上 是Flavor 飞行的开始 那么由于他们建立了 Neutrino Beam 这个时候呢 开变了一个 新的篇章 为此开创了一个 Neutrino Beam 这个新篇章呢 基本上产生 全是Muse on Neutrino 现在也是一样 现在大多数 都是Muse on Neutrino 除了这个Muse on 这个再衰变以后呢 还会出来一些 那个电子的Fraction 但基本上出来 全是Muse on Neutrino 所以他们三位 1988年后 在我们讲 为此这个建立了 Neutrino Beam的 Experiment 那么当然了 这个Neutrino Beam的话 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 Neutrino的中性流的实验呢 中性流的实验 也是从这儿 也是从这儿发起的 对深度飞弹的实验呢 也产生出了很多强子 产生出了很多Quark 然后这个时候 对Quark的理解 也都是从这个 这个中微子速流 和这个弱小和重的速度而来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电子散射和中微子散射 最后建立了Quark模型 Quark不分子模型呢 这样是这个 就是直子的结构 从此是首先 那个被这个 被验证 然后当然是 这是深度飞弹的努力奖 1990年那个 那个奖 所以呢我们看到 这个Muse 和Muse相应的中微子 是有了很多很多重要的作用的 那么现在呢 仍然在有些固定板的实验当中 继续进行 为此呢 你可以测量它的一些 很重要的一些弱小和重的性质 比如说是那个 String Quark 它的content是什么样的 String Quark和Anti-String Quark 它们的小和重实性 跟那个Muse和Anti-Muse的小和重是 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 一些新的物理 可以来研究 它的一个 Kabiya-Shi-Matsukawa的Mixing 还可以研究 这个Electronic的Mixing 就是One Big Angle Mixing 所以这个仍然是有很多的 这个物理可做 那么话又回来说 我们说了 这个你产生出来的Pi-G子和K-G子 会直接衰变成Mu-G子 那么在天上的宇宙视线 我们知道会产生出很多Pi-Yang Pi-Yang和K-Yang全是这样发现的 Pi-Yang和K-Yang全是从宇宙视线当中发现 那么自然而然的 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Mu-G子和Mu-G中微子 这就成了这个Atenospheric Neutrino的一些实验 那么你可以预言出来的这个Fraction 有多少是Mu-On的Neutrino 那么下边的那个Sub-Crancy decay 又有多少是这个Fraction 是多少的Mu-On的Electron 甚至是Anti-Neutrino 也可以这样预言 那么基本上 我们对Atenospheric Neutrino的成分 是有很比较熟悉的了解 那么这就回到下一个东西 就是Neutrino Oscillation 因为Neutrino产生出来 是在大气层上面产生的 那么大气层上来 传播到我们探测器 那么还要传播如干公里的 所以这段时间呢 它就可能有改变这个 改变它的flavor 果然在这个Sub-Crancy decay 这个实验里面 就发现了这个flavor是在变的 尽管我们刚才说Mu-On的Neutrino 具有一个非常不同的flavor性质 但是经过的propagation 传递 然后经过到我们探测器里面实验 发现这个中微子的味道 不是固定的 那么跟这个很多中微子的实验 有三种实验了 这是Admospheric Neutrino 最更早的是Solar Neutrino 然后后来有Accelerator Neutrino 我们都知道 然后呢这几个反应堆 Neutrino 把这几个实验放在一起的话 我们发现现在确实 已经看到了三个不同的质量 至少是两个不同的质量差 那么当然现在还仍然吸引物理存在了 就是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 由于Neutrino Oscillation的话 只是跟这个质量平方程证明 所以我们不知道是符号 所以结果到底是 这个三个Neutrino质量的本正态 和它味道本正态 是怎么样的一个相对的关系 是123还是321还是312 这样还现在目前仍然不知道 所以呢 现在说这个Neutrino 这个Neutrino Neutrino率先开创了Neutrino Oscillation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一个系列纪元 那我们现在看到Collider里面 这个Collider里面 Muons啊 是对我们来讲的 是因为它寿命是 寿命是尽管是微秒 但是从相对论来看 它跑得很远 它基本上可以跑几百米 因为从几百米这个程度看 对探测器来讲 它是稳定的 它从头跑到尾 所以这样的话 你可以在探测器外边 放一层专门探测Muons的一段 就叫Muons Chamber 所以Muons在所有对论机里面 是最比较温顺的一个例子 最容易测定 测量比较准的一个例子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们在复旦当然有一个组 就参加了来的一些实验组 就叫CMS CMS就是Compat Muons 所以Muons是在我们CMS里面 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 命名就是从它命名的 所以你看这个反应完了以后 它往一跑 跑到最外边这层 就Muons有几层 那么在这里面可以详细看它的电荷 可以看它的这个identity 什么用啊等等 就看得非常重要 那么这个图实际上更impressive 这是LSE刚刚运行的时候 刚有很少的Luminosity 像40个引额 现在已经是它的五六个数量级了 刚刚有data的时候 你就可以发现 Muons测量 测量非常准 这是单Muons质量谱 这一个实验 一个LSE CMS实验 就把以前那么多Nuber奖 一次就全都卖出来了 你这个JS是一次都卖出来了 把ZBosan也是一次都卖出来了 这个Ubson没有拿到来讲 这是力量的这个 BB8的贡献 所以这个Muon Muon pair的这个Spectrum 在这一个实验里面 你把它Spectrum测量出来 所有的粒子 你只要一个精确度高 粒子全都出来 所以你看Muon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有用 可以作为重要工具的 来研究这个新的粒子发现 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 这个Milestone Discovery 在的LSE 就是Hicks Portal 那么这是在这个2012年的6月4号的时候公布 这个Fabiolla是Artless Spokesperson Joe Incandela是CMS Spokesperson 他们俩共同召集了这个发布会 那么那个时候呢 就是这是两个Muon events 两个Muon一直跑到最外边 刚才我说了Muon Chamber在最外边 那么它就在跑得很远 在中间的那个电磁量热器 量能器和这个墙子量能器和Vertex 全都没有影响 它全跑出来 因为它这个传托力比较强嘛 我们开始就说到 它墙传托力比较强 就一直跑到外边去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例 那么你看 这又是Mu子谱 四个Mu子谱 四个Mu子谱呢 这个是那个Z Resonance 这个呢是两个Z的Pair Production 中间这个就是新的一个例子 以前没有见过例子 这就是Discovery Hicks Discovery 那么现在Muon的测量测得非常准 你看现在Hicks的质量 这是Update的Hicks的质量 Hicks的质量已经进到千分之一了 你说这是很惊讶 令人惊讶的吧 Hicks刚刚发现十年左右 Hicks的质量已经测量到千分之一的进去度 所以Muon这个这个例子是非常非常重要 当然为此 由于这个实验的发现 2013年 Anglare和Peter Hicks 拿到了理论的这本奖 由于Hicks的机制 拿到理论的这本奖 因为Hicks的例子被完全证实 你看 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模型 你看这个完整模型 很多例子的发现 几乎所有例子的发现 都在某种程度上跟这个Mu介子有关系 所以Mu子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 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位置 那么我们继续讲Mu子的重要意义 现在我们先提到现在 这个Fermin Lab对Mu子研究非常重视 重视几十年了已经 所以现在有一个Fermin Lab的Department 一个Muon Department Fermin Lab 就是一个系 一个布 所以大家管这个叫Muon Campus 大家都管叫Fermin Lab Muon Campus Muon的园区 整个这个园区一直在研究Muon 大家可能最近尤其是去年 听到了非常多的 就所谓Muon G-Man 因为他们把Muon做成一个Story的储存环 让Mu子在这里面转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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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能活得越长时间越好 那么你可以测量Mu子测量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进动测量非常非常准 因为它质量比较大 辐射也比较低 它这个进动测量 可以比电子测量准几万倍 所以你要测量这个电子的进动 和这个Mu子的进动 就是那个精确度不一样 所以大家可能记得 去年发现了就是个Mu子的 这个G-2这个反常词句 跟标准模型计算似乎有差别 那么很可能揭示着一些新的现象 当然这个很没有定论了 因为这个QCD这部分呢 还是没有完全settle Mu子比较重嘛 不像电子的这个反常词句 电子反常词句算的 已经算的是小数点 然后第12位 都跟实验是符合的 可是这个不一样 Mu子因为比较重 它除了电子以外 很多一些界子 派界子啊一些东西 都可能参与这个量子修正 所以这个里面比较难控制 所以现在目前并没有定论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重要力 那么现在这个FirmLab 一直在做Mu2E Mu2E干嘛 就是说你可以把Mu子 符合起来 成为一个原子类似的东西 那么这个Mu子会衰变呢 它如果要是会衰变成一个变味 它从Mu子变成电子的味了 那么浮出一个光子 那么这就是Mu2E实验 这个电这个核电的 氢子的味 现在还没有观察到 中位子的Oscolation看到 因为它质量那个差别非常非常小 它这个Quantum Mechanical 的Oscolation非常非常大 非常明显 可是核电粒子的 这个Flavor Changing的这个Process 现在还没有看到 只有这个Limit 那如果你要看到的话 那么就像这个一样 一定有新现象 所以这是看新物理 这个很重要的途径 所以Mu子现在继续在帮忙 来帮我们找新的现象 那么在日本的这个KEK里面 也有两个实验 一个叫COVID 一个是JPARC 都在这个 在JPARC这个Lab里面 做这个 都是在做这个Mu2E Gamma 甚至也想在做 GM2这样的实验 所以很多国家都在做 那么我们现在 重新再说这个 Firmware Lab的这个 这个Muon Campus 有一个Project 叫New Storm 就是中微子的风暴 它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说你在Target 产生出了很多很多Pi 然后衰变成Muon 你把Muon引到这个 这个环里面来 所以Muon在这里面 一直直直走 它就可以衰变出 很多很多的一个中微子来 你会产生出了 很多的中微子速流 全往前走 那么这样的 你会产生出了 高能量的 有一定的这个 比较能量 这个高 主要是高流强 主要高流强的扭曲扭臂 所以叫New Storm 所以Firmware Lab 现在正在做这个 这个东西 这个有可能是 对今后的 中微子实验 起了很大作用 它有三个要点 一个是进一步 深入的研究 这个Neutrogen Oscillation 也可能对这个 第四个中微子 现在我们没有看到 可能叫这个 Steral Neutrogen 这样的这个 中微子的探测 也有一定的帮助 因为它有精确度 仍然呢 它可以那个 这个中微子和 核散射的这个 Cross Section 因为这个中微子的 流强很大嘛 也有很大帮助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说它可能 作为一个中 那个Mu子的加速 那如果要Mu子加速 要是做好的话呢 就可能对今后 Mu子的Mu网加速器 Mu网加速器 Mu网Collider 有一定的起 有一定的那个 电击作用 这是我当然最后 要提到的 这样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现在呢 这个 你要是Mu Strom要做成的话 它有很强很强的 Mu子的速流 这个Mu子速流 是在目前在世界上 很可能是一定要 是最最最最领先的 那么下面就是说 很多人参加的 这个叫DUN 就Deep Underground Neutrino Experiment 这个很可能 在今后的五到十年当中 是美国的 Flagshipping Experiment 因为那个LSE 是美国最重要的 一个投资 但LSE 毕竟不在美国本土 那么在美国本土的 实验很可能 这个DUN The Long Baseline 的这个Experiment 就是最重要的 因为它在上面来 来树立 来建立一个 Muang的树 和这个 中文字的树 就像刚才所说 有可能用这个 New Strong 不会用New Strong的话 也可以做 但是New Strong 可能会提高质量 那么达到 1000 miles 这个1000公里 1000多公里 1000三百公里以外的 在South Dakota 那个Underground的 一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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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的一个 矿 在那个矿里边呢 要用 Liquid Argon 要有很多 Killotent的 Liquid Argon 这样的探测器 来看Neutrogen Oscillation 这可能是 美国人员部管的 叫Ultimate Neutrogen Experiment 这是希望能够把 所有刚才所说的 这个Neutrogeno 质量差别 不确定性啊 一个 一个是 质量差别 不确定性啊 可能有的 新的CPU 认识的Face啊 它是不是还有 Dark Matter 掺杂在这里边呢 那个 会不会这个 Protron衰变 Protron decay 在这个很大 它有反应 这个实验 会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 物理的内容来做的 那么现在呢 大家可能还知道 我们国内做 微物理的人很多 我们知道这个是 所谓的Flare Anomaly 这个Flare Anomaly 这些是Muse 和电子的差别 你看这个完全叫RK 或者叫RD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B介质 它可能衰变成K介质 也可能衰变成D介质 在这 那不管它衰变成 什么介质 你要比较一下 它Muse的末态 和电子的末态 在这个Leading Order来讲 他们俩是电子 他们俩是这个 标准模型相互作用 应该是一样的 是不是 因为Universality 这个Leptons 在规范相互作用 Gate相互作用里面 是一样的 可是现在目前看呢 这个实验 似乎看他们 是有差别的 这样的话 就可能有Quantum Corrections 要有Quantum Corrections 它的如果不一样的话 很可能就会有新的物理 所以这是 这很可能是对 更高能量的 更高质量的 这个新物理呢 第一 首先发现的地方 所以Flare Anomaly 是很重要的一个现象 所以大家一直在关注 因为你看这个这个是这个 这个R sub D的差别 那么基本上可以 有三到四个标准方差 这样的差别 跟标准模型 是有一定差别的 所以这个差别 尽管 Once again 还是没有被conform 因为实验这方面 比较难做 这个理论这方面呢 也很 比较难算 这个仍然是就像刚才 G-Mindan 2一样 在Flare 里面 可能是一个 interesting的一个indication 那么这个有很多很多 实验都参与了 因为我们国内 我觉得复旦似乎也有老师 参加这个Bio2 experiment 已经开始运行 在日本的K1K 已经开始运行 我们Pittsburgh 也有人参加这个Bio2 experiment 所以你看 有很多Bio2 LSEB BES 我们在国内 北京BES 也可以做这个TaoCharm 我们还有在计划 有新的TaoCharm Factory 都可能贡献着Fluerophysics 所以Fluerophysics 仍然是很有希望 看到首先的一些 这个新物理 政治的一些地方 所以Once again Muong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帮手 来看Muong的那个末态 和电子的末态 到底他们到底 有没有差别 还是真是完全 简单的规范想要做 所以这个也很重要 那么我刚才说了 这么多这个 Muong对这个 高能物理的一些 这个贡献 和高能物理的一些 发现当中的贡献 那么实际的MuG 远远超出了高能物理 你看比如说 核物理在MuG 就有很大的用处 我们把这个电子 用Mu子来带换 那么形成一个心理原子 这个心理原子的波尔半径呢 因为波尔半径啊 是跟你这个质量 这个 基本上跟你质量 质量成反比的 所以呢 你这个质量 要是大的话 你波尔半径就非常非常小 波尔半径小的话 什么意思呢 就说你这个原子非常小 你这个就真正的深入到了 它原子的核 就更底层去 所以你看这个 由于这个Mu子比电子差二百倍 所以它比那个碳次 用电子的原子来研究原子物理和核物理 它就要简单的看 就要差那个好几个数量级 尤其这个又是 基本上是平方 跟平方那样成成的 那么结果的就是 实际上是摸难平方成的 要把波尔数带进去 好像是摸难平方成的 结果就是它提高了 好几个数量级这样的成的 那么波尔数overline 一共是七个数量级 刚才我刚才说错了 这个一共是七个数量级 那么Lime shift的话 也变得明显中大 所以你把它这个 精确的一些光谱和一些测量 你可以看到原子结构 看得更深层 那么当然 这个就出了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你用Mu借子原子 来看这个直子的大小 来看直子的半径 直子的size 跟原来测量的精确的 那个原子就差点不一样 为什么呢 大家以为有新的物理吧 有新的现象 其实最后认为不是新物理 不是现象 而是Mu借子原子测量 就是比你原来测的 所以这个 这个是在那个 Swissland这个PSI的实验 发现这个Mu借子原子 测量直子大小 测量直子半径 测量核物理 原子物理 就是比电子测量准 你看这个图呢 就是Mu借子原子的 Aero bar 就这么小 你看这两条线似乎有差别 但是现在普遍认为 这个你这个电子 这个Aero bar比较大 你就是不够准 你这个Mu借子做得更准 你看这是第一代核物理应用 那么在这个固态物理里面 也有很多很多 比如说 它在那个Swissland 他们建了一个叫 SμS 就是Swiss Mu on Source 这个Mu on Source 就可以研究 那个物质的磁性 因为它又是比较深入 穿透性比较强 研究物质的磁性 甚至可以进一步来这个看这个光谱啊 这些一些低能性质啊等等 那么这个日本KEK 最近我在审评了他们KEK的一个下一个五年计划 我发现他们有很多非常有创新的这个创意 他们在KEK的实验室里面不仅是一个高能物质实验 他们做了很多很多材料物理 他们就把做成了很低能的NuGIS源 来研究材料的磁性质 他们不仅来采用材料磁性质 而且还发现NuGIS的穿透性比较强 它那个电离性也 电离性也比较强 而且它在里面带的比较慢 甚至可以来催化核奇变 所以它这个里面在核物理里面都仍然有用 我发现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想法 它叫这个TMM 叫Transmission Mu on Metric Code 你看电子显微镜 我们目前来讲是这个 分辨率最高的了 是不是 因为电子这个这么重 动量也比较大 结果呢 它的那个波长就短了 它康普顿波长远 可是Muse比它质量还大二倍 它的康普顿波长更短 所以它康普顿波长更短的 它就有更高的分辨率 不仅如此 而且它有很长的那个穿透性 电子基本就是二维的了 就是一个表面上看到了一个电子显微镜 可是Muse可以有三维的 它可以穿透进去 看你这个第三维空间的是分布情况 所以这个很可能又是一个革命性的 化时代的一个新的显微镜的一个标准 我觉得这个Muse的应用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那么在最后一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想笑话一样 你看埃及金字塔 埃及金字塔大家不能把它扒开 扒开以后里面这个东西可能就漏了风以后 这个就不能保持了 所以我们国内也有很多这个古代的时候 这些这个帝王将像一些这个庙宇啊 也都没有没有没有拆开 那么我们可以用Muse来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因为它穿透力比较强 你看外边是大气Muse 大气Muse我们了解比较清楚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可是你在这边放个探测器 你看这个Muse经过了这个这个一个屋子 一个结构的时候 你看它出来什么是什么样 你就可以看中间的屋子的结构 屋子里面放的什么样 这是在这个2017年时候第一篇Nature的文章 就是说有些高能物理实验家 在这边放了探测器 就通过大气这个Muse 就可以映像出来埃及金字塔里面的一些结构 你说这说起来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我们高能物理的例子 竟然可以在这个国际民生当中这么样做 那好了这个故事讲到这 实际上还有很多很多 只不过就是没有时间的关系 我希望我讲这么多故事让大家看到 这个Muse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基本例子 它在我们这个高能物理研究 核物理研究 材料物理研究 和针对自然界的理解里面 会起到很大的很多 很大的一个发现和协助作用 那么现在我讲最后一段 最后一段 就是这个Muse 我们能不能有这一步更重要的用途 就是所谓的这个Muse Collider 能不能把它弄成高能散射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为什么用Muse呢 这个Muse呢是电子的200倍 所以呢它的质量非常非常大 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加速 是不是 第二 这个它这个可以有这个寿命比较短 这个两个微秒 你当然就是有challenge 在两个微秒之内 你就要把加速这个事情完成 但是它还是可以跑上千米的 就是基本上它可以跑到上千米这个程度 所以它并不是说一点的不可能 那么它的所有的这个物理 就是由于它的大质量和短售变来决定 那么在1995年前后呢 就提出过这样的想法 提出想法以后呢 很多物理学家 包括我们这个一些这个理论家在内 我也经济参与过 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Muse很有意思 很好玩 能不能看一些新物理现象 我们就写了很多理论的文章 但是因为技术不成熟 主要是因为它的寿命太短 在这么短寿命当中 就要起到它的加速和速流 这样子的技术上一直没有一个突破 所以这个东西就搁置下来了 搁置下来了好长时间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长寿和短售 这个Muse呢 因为它这是这个比电子的高大200倍 可是你这个认知辐射呢 这个syncrasound radiation的话呢 它是跟你这个γama 这个γama相对论的γama 一除以μ 一除以质量的四次方 成正比 那么所以对电子而言呢 它要是200倍 那一下就差了9个数量级 它比电子的这个辐射 要减轻9个数量级 那么为此 你这个R呢 这个R是这个环心加速器的环 你就不必做的 你就不必做的这个太大了 你可以做的小一点 那么由于这个损失比较少 你还是可以这个承担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很小 所以比较来看呢 这个是LIC环 27公里的LIC环 那你要想做这个线性加速器呢 你只要做30 已经要做那个30公里 就是这个higgs factory 那么你就要做这个 那个更长 接近这个上百公里这样的话 50公里以上 才能达到TEV这个程度 是不是 那么你要做μuse加速器呢 你即使达到4个TEV 那也就是比它小得多 所以这样的话呢 很可能无论从造价 还是从可行性来讲 都是一个长处 那么另外呢 μuse是基本粒子 不像直子 直子能量高的时候呢 直子直子 那个直接散射的cross section 就成零了 它里面全都是quarks 全都是quarks 全都是partons来做高能散射 而竟不是那个本身粒子了 那你能量损失就很大了 基本都被quark带走了 是不是 那可是你这个μuse呢 是基本粒子 它可以直接淹没 如果它也可以直接淹没的话 那它就最有效的 把那个指芯 加速器的指芯能量 全都转换成threshold 产生出有可能看到的新粒子 那么第三 由于质量比较重 它的能量的那个色散 就是能量的色散 非常非常小 你可以控制到10的-4 10的-5次仿的程度 所以能量的 这个入射粒子能量的精确度 可以调的 比这个电子好得多得多 这是个常常注所的 那么短处呢 刚才我们已经说到 它呢 你要从直子来打靶 打完靶以后出派阳 派阳以后再出迷茫 然后你把迷茫收集起来 这个整个这些系列过程 要把它收集起来 这部过程 其实很那个 复杂的一步过程 而且它寿命比较短 你知道有一句俗话 就说 never play with unstable things 就是你包括这个 你不稳定 任何东西不稳定 都不好掌握嘛 人的性格要不稳定的话 你也不要跟他 轻易这个交往态度 是不是 所以说不稳定的东西 都是很难控制的 所以同样 μ介子的寿命 非常非常短 非常不稳定 这个东西比较难 所以这所谓的cooling 就是把XYZ这方面 全都减低 然后只沿着GZ这一方向走 动量的所有动量 全都减低 然后沿着同一个方向的固定动量走 整个这个过程 就叫cooling process 这cooling process 在几年之前做不到 所以根本大家对这个muz的加速器 没有一个信心 所以没有太大兴趣 直到最近 这个我接着说 这个但是也并不是说就不可能 因为你这个muz 要达到了上百个一个teV的话 这个相度量的伽码因子 就变成十的三次方 四次方 那么所以你这个微秒的 微秒的这个寿命 就会被一下提高 四次方的数量级 结果呢 你这个像一千米左右的这样的 五千米 五百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 衰变长度 你就可以一下地提高 这个好几个数量级 所以说这样说的话 这个muz 只要加速起来以后 它跑起来 还是可以跑好长时间 还可以转很多很多很多圈的 所以做对撞机的话 只要能够把这个 cooling解决了 下边加速 我们的技术是存在的 虽然 但是还有一点不好什么呢 就是muz 一直在衰变 它衰变出来的产物 会影响你探测 它会这个衰变出来的产物 到处都有很多中微子和电子 中微子电子都会 跑到你的探测器里面去 你就有时候就不知道 它是这个 你的新粒子的衰变呢 还是中微子带来的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 技术问题要处理 但是结果呢 仍然是这个事情 并不是做不到的 不要忘了 直子直子散射的 这个cross section 非常非常大 是那个 million bar的 这个cross section 因为这是直子的 这个geometric size 就是跟直子的几何大小 都差不多 cross section 非常非常大 那么结果呢 我们要看这个 Higgs的时候 比它小 这个九个数量级都找到了 所以说你要是找这个新物理现象啊 这个只是cross 这个cross section 大一点 并不是说就是一个 so stopper 不能做 对 所以当然有很多很多困难呢 但并不可以做 这是另外一个最后一个困难 最后一个困难就是 中微子对cross section 大家都说非常小 中微子跑到你身里面去 现在有成全上万 中微子穿过我们 都没有感觉 因为中微子低能量的时候呢 它cross section 是非常弱的 这是为什么我们就弱像做 可是中微子能量高的时候 到了tev这个数量级的时候 那它这个相当 已经不简单是这个公式了 那就是那个标准模型的公式了 WCW的这个传播就进来了 那个cross section就不小了 所以这个中微子速流 可能会对环境造成散射 一些造成一些污染 所以这也是一个困难 也是要避免的 所以你看 这个mion collector 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困难 目前还没有完全可复 但是现在看呢 有一些这个技术上的进展 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最早期的时候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直子打把 然后收集派接子 派接子出来以后呢 把μ子收集起来呢 加上冷却 冷却成那个xyz 只沿着这一方向 有一个这一方向的固定的方向 而且固定动量 这样才能建立一些 叶号的速流 然后才进行加速 加速这并不一定困难 那么然后最后进到碰撞 然后这是整个的一个过程 这个时候呢 在那个2011年2016年的时候 就建立了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合作组 叫MAP 就Mion Accelerated Program 但是呢 由于技术比较困难 在上一次这个SnowMars 现在我们说我们在 在这个着急主持 现在的SnowMars 就是上一个SnowMars 是2012年前后在做的 2012年2013年出来 那个时候就把这个Program砍了 在美国就把这个 整个Program砍掉了 就最后结果这个MAP 就搬到那个欧洲 搬到那个英国的那个Rutherford Lab 那个呢 他们建立了一个这样的 就叫Mion Ionization Cooling Experiment 就是说怎么样做Cooling 最后就是去年 只是到去年 他们终于Demonstrate 这Cooling是可以做的 当然这个程度远远 比现在还差得很 比我们需要速流还差得远了 差五个到六个数量级 但是呢 就是说至少是Cooling这一步 是看到了 Cooling的现象看到了 这个图是他们的一个 预测的一个模拟的一个图 然后这个发表在 Nature上的一篇文章 所以这个对目前Mion Collider 尤其Mion Collider的 这个推崇者 起到了极大的一个鼓励作用 基本上是由于 这个技术上的进步 才是最近几年 大家对Mion Collider 完全恢复了兴趣 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么最近呢 又有一个新的想法 这个新的想法挺有意思 但是现实不现实还不一定 它叫LEMA experiment 这个LEMA呢 叫Low Emittance Mion Accelerator Technology 它是怎么弄呢 用正电子数 它产生一段 产生一些 正电子数呢 进来打这个固定板 这个固定板呢 上边一定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负电子 那么正电子和负电子 湮灭以后 那么由于这个45GV 是非常非常快的 那么打出来以后呢 正好45GV和你静止的电子 正好会产生出来 Mion Pair 这正好是预值 在这个预值里边 什么都没有 光产出Mion Pair 那么由于这个Boost 所以Mion Pair 就是非常非常靠 往前冲 结果就不需要cooling了 你就是把XYZ这方向 已经固定成一个方向 能量也是比较代理的 所以这个cooling这部分 就由于这个Low Emittance的Mion 就解决了 可是呢 这cross section也比较小 有多少正电子呢 一对一啊 一个正电子出来 一个Muse 所以结果你要想有 这么高的Muse的Luminosity 你就要有这么高的 Positor的Luminosity 所以结果上 技术上还是非常非常差异性的 不需要cooling 但是Luminosity 基本上做不到 但这个技术 这个想法很有意思 是不是 所以这个这是两个 目前的一个新的技术 由于现在这个新的技术 所以大家产生了很大兴趣 那么最近在由SERN牵头 建立了一个 International Mion Collider Collaboration 叫IMCC 你要想参加的话 很容易 你到这个网上 subscribe的一个email 你就会参加到email里面去 他们会给你寄email 来提倡你这个参加一些会议 参加一些活动 我们最近一直在做SERN牵头 所以在Fermilab 在考虑我们Fermilab 还有什么技术 可以用Fermilab 你学习什么潜力 可以发挥 那么大家一直在 做这样的一个练习 就叫Site Fitter 就是在Fermilab Site 就在Fermilab的场地上 能不能做下一代加速器 这样就省事多了 我们就不用再做新的挖洞 不用在新的地方挖洞 不用做新的 很多政治上的事情 就避免了 那么你看他把Fermilab这块地 把它用圆圈挖出来 那么结果是17公里左右 一个圆 这17公里左右 就是2.7公里的半径 这样的话 基本上比LIC的环还小 它几乎是LIC环的2%这样 那么即使这样的话 你可以加磁铁 你这个磁铁如果越大的话 磁铁越强的话 你就可以限制这个μ子 就可以让μ子能量就更高 如果不用太高的技术 就用三个泰斯拉 那这个早就存在 这六个泰斯拉左右的 基本LIC里边 基本上就是这个程度 所以这个泰斯拉 这个程度是具备的 你马上就可以做出 mian cladder呢 是几个TEV这样程度 当然cooling technology 还要 curve 还没有 curve 那么future 你如果也能到 做成10个泰斯拉这样的 magnus beam 你就可以做成10个TEV 这样3839 所以你看我们国内 现在大家有很多人 在研究高强度磁铁 尤其是大家在考虑 今后会不会做SPPC 所以我们有很多 那个公司工厂 甚至在一些R&D 都在考虑高强度的 所以在这里面 有很多事情 包括刚才说 那个直子素 或者一些 一些那个 flerophysics 甚至技术上一些东西 我们国内 现在有很多地方 可以试试 可以试试插手它 这是一个挺有意思 那么现在我这个简单的 简单讲一下物理 时间关系 现在我下面呢 稍微有点技术性强一点 跟Collider的物理有关了一点 所以下面呢 我就要讲得非常快 我讲得非常快的话 如果大家对这个 对让机物理 对让物理的技术 和对让物理的概念 有兴趣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那个下面 再从email里边 或者是其他地方 在私聊 所以下面我要讲一些 那个对让机物理的 对Mail Collider的 一些expectations Mail Collider 可能在什么样 新物理里边 起到一些作用 那我就要做得 稍微快一点 那个首先抱歉 那么呢 现在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做Higgs Factory Higgs Factory 因为我们Higgs Factory 是有具体的内容 因为我们知道Higgs存在 所以Mail质量比较大 那我们干脆就把 止息能量 做在Higgs的质量上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明确的定义 一个这个Mail质量 基本是125G OK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现在呢 大家管这个就是 Higgs Factory的一个 一个选项 那么另外呢 刚才我说 真正有意思的是Mail TTE 如果你一旦能够加速Mail 那么加速到更高能量 不是最困难的地方 最困难的地方是 能不能引起 最初的加速和高质量的速流 就是所谓的cooling 你这边要做出来以后呢 把它加速到高能量的话 这是更容易一点 那么实际上我们 最做高能物理人 最希望的还是 Energy Frontier 要Open New Threshold 一旦你Open New Threshold 这新物理马上就跑不出来 你看这LIC里面 刚刚那么早的时候 这Higgs就发现了 Higgs大家都觉得 这个质量 就比较难产生出来 可是你一旦过了 这个Threshold 那Higgs马上就出来 所以你只要过了Energy Threshold 你新的物理新的粒子 马上就会发现出来 所以Energy Frontier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达到更高能量 那么当然我们要有一定的Luminosity 那Luminosity希望呢 能够至少这个Luminosity 要跟着Cross Section增加吧 一般的Cross Section 常常是One of S 来压低的 那么你要是Luminosity 跟这个质量 跟能量平方成正比 那么结果 你可以保持一定的实力数 所以基本上 大家希望Luminosity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程度 那么这个Luminosity 设计也是比较大胆的 这个比这个LIC Hydermannosity LIC 还有高一的数量机 所以这个是想法是比较大胆的 不管怎么样吧 这个比较aggressive的choice呢 就是三个TV 六个TV 甚至三十个TV 一百个TV是高理论的人 坐的坐的比较远的 并不是很现实的 但是做理论的人 我们当然看一看 这个能量的前沿 和物理前沿是什么 这是我们这样想 这是一些参数化 所以你们要想做 这个Mirror Client的话 你可以用这几个参数化 来这个作为例子 作为样板 那么下面什么物理呢 我就要稍微这个快一点 一个是就直接做到Higgs Factory 政府电子 政府没有子湮灭 直接湮灭到这个Higgs Resonance 就像Lap 1 来产生出G 就是这样 所以这样的话呢 你这个Brand Wiggler Form 是这样的话 那结果的Cross Section 在这儿呢 是七十一个Picobar 那你要有一个 Fungle Bar Cross Section 你还是这个 好几千的这个 好几千个势力 或者是上万势力 所以统计上呢 还是不错的 可以做到百分之几这样的程度 所以这是一个初步想法 所以你可以 还是要产生出上万个Higgs来 那么这是一个初步想法 那么你下边 你要还要继续看一下 那个Higgs宽度 物理宽度非常非常窄 除了你这个Brand Wiggler 是物理宽度以外呢 可是你机器的宽度 也得跟得上去啊 你机器宽度跟不上去的话 你这个你就平了 你就看不出来现象了 是不是 所以结果你还要好好 那个做你这个机器宽度 那么在这个宽度情况下呢 你可以看到 它原来这个物理的宽度 就被就给smear了 就平弄得很平的 不过并不是说物理就做不了了 那么结果的现象是什么呢 你如果这个物理 这个机器宽度 和你的物理宽度 在同样数量级的时候 你仍然可以做scanning 就像lab1一样 你scan scan很多很多点 每个点呢 这个机器 run一段时间 run一段时间 你看了cross section越来越多 然后cross section越来越小 那么基本上还可以看出来 它的一个宽度来 没有弄得非常准确 但是还是能达到 百分之多少数量级的 那么summarize 所以这个cross section和背景 基本上还能到1比1的程度 所以这个背景呢 并不是特别可怕 cross section不是特别大 但是背景也不像 LSE里这么可怕 结果你来测量 这个你来测量 它的这个宽度的差别 你可以用model independent的方法 来测量到百分之几的 这个进去程度 完全model independent 所以它这个higgs factor 还是有它的特点的 那不下面高能量的 这个密码克莱特 unfortunately 我的时间就有点run out了 我这个就不要详细说了 但是给你几个要点可说 简单的来看 大家都以为 这个政府青子湮面 就基本上cross section是这样吧 你算这个场路里输 第一个我算的话 你算政府建筑 这cross section就是 alpha平方除以s 好像是这样 你看这个typically 都是这样往下走 就是一般cross section 但是呢 实际上这只是一个 annihilation的例子 这只是leading order annihilation这样的例子 2的2这样的例子 可是呢实际上 这并不是一个 并不是一个所有的一个story 甚至这不是一个主要的story 主要story都不在这 主要story在哪呢 是在photon photon这样的radiation 能量高的时候 规范粒子的radiation 非常非常强 所以photon photon的scadering 是跟你这个log成证明的 是能量越高 它cross section越大的 这就是为什么 那个质子 质子cross section增加的 这cross section增加 因为你的partons越来越多 partons越来越大 所以这个proton 基本上可以认为是partons 所以这样来看呢 你这个gamma gamma到quarks 远远比你 这个annihilation到quarks cross section越来越大 这loginic的increase 所以结果 你要好好研究 这个vector balsam fusion 这样的process 所以这样比你 真正大的在这儿 不仅vector balsam fusion 那光子还cap到quark 那quark还cap到quark 所以能量一高的时候 光子又碎成quark quark碎成quark 所有的粒子全都出现了 这已经在某种程度 像partons散射一样 那么这结果呢 要真正严格处理 你把所有的粒子 全要写成partons 用dglab equation 这是最近是我和我 那个学生 那个马阳和我的postdoc 谢克平 我们合作的一些 一些比较有意义的 一些这个send model的一些语言 因为你只有这样的话 你才知道 这个turn down这个机器以后 会出现什么现象 所以你看 真正的大的corsection 全是gs 跟那个qcd 跟pron-pron-qcd差不多了 跟你原来的 anihilation这些channel 是这个mue2 pair 这个是one of s behavior会小很多 fusion过程 我们所谓的 vector balsam fusion过程 会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刀门的 那么现在看的物理现象 这个就是做一个结论 所有粒子全是partons 所有粒子在mue1 mue1尽管它是一个基本粒子 mue1可以radiate出了photon radiate出了w radiate出了c 所有东西都可以认为是这个partons 那么结果呢 liptons就可以 mue是它 orange of valence vallence particle 这个leading order 就可以出现很多很多的 这样的 所有的cquarks 然后呢 next leading order quark进来 next leading order 估计往生进来 所以所有东西 全可以做parton 你看这是luminosity partum-luminosity photon当然是最多的 gate of valence也不少 那么mue子 mue4是直接 湮灭的 这个cross section 在它的所有的 能量全集中起来 在这个地方 那么 gulwans也会进来 quark也会进来 所以强强中的粒子 也都会出现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我就不能再说太多了 你看这个vbf呢 是增加的cross section annulation是减少的cross section 可是vbf和annulation 是可以分开的 因为你要做不变质量来讲 involent master of the system 这是tt bar cross section 它直接产生 tt bar全都集中在你 collider central mass entity 你collider出来 就是出了tt bar entity 是cross section在这 但是你要是vbf gamma gamma ww产生tt bar 那它的部分质量 是接近slash short 你用运动学 可以把它区分开来 所以这两种不同的机制 相辅相成 可以产生出不同的channel 不同的粒子 但是可以区别开来的 所以这个我们常常讲 to buy one get one free 尽管你做了一个机器 你直接湮灭到了能量的 这个threshold 还是vbf 出来很多很多的一些 large cross section channel 是可以相互相成的 所以这两个呢 大家就是这么认为 是这个可以相互相成的 那么下面我就要更快了 我们做了几个例子 看一下higgs的position 那么你可以产生出来 10 million higgs 由于这个fusion cross section 非常非常大 这个cross section 比你原来那个cross section 大很多 所以结果会产生 10 million 比你现在设计的higgs factory 政府链的higgs factory 都要大10个数量级 不是一个数量级左右 这样的一个例子 所以你会产生higgs pair 成pair产生 那么这样的话 对你精确测量 这边是一个总结 所以我这个总结里边 你可以看到 这个现在的看到的是 在哪儿的 这个higgs self interaction 都可以达到 这几个是mian collider 都可以达到更好的accuracy 这个reference 都是现在目前存在的 这个是collect 这个是那个所谓 sppc 或者是fcch 所以现在看到 我mian collider 由于它的精确度 和能量程度 会提高你原来的一些 精确度的 Duck matter测量的 也是一样 我们从来 用了一个最简单的 一个wimp dark matter 来用这个thermal relic density 来作为guidance 我们看到了thermal的mass 这些mass就是我们的target 因为我们假设 这个现在目前 duck matter主要是从这来的 那它有一定的mass限制 那么这些mass限制 从mian collider里边 就可以看到 这些树的线 这些vertical bars 就是前面所说的 minimal dark matter的 thermal limit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不同的mian collider 有不同的coverage mian collider 14个tb呢 基本上就把 super symmetry里边的 duck matter的所有的 最conservative的情况 已经全都包括进来了 那么要有heavy particle 一下过了switcher 这是hicks pair作为例子 一旦过了switcher cross section几乎常数 任何的hicks pair heavy quark pair 一下子过了switcher 全都可以出来 所以由于时间关系 我就不再详细说 刚才那个数据结果了 有兴趣的老师 想研究这个collider的人 可以继续跟我 再讨论再联系 目前这个是一个 非常hot topic 不仅是由于这个物理 非常广 而且目前我们在做 snow mask study 大家很多人认为 mian collider 很可能是我们 今后的一个 high energy cloud的一个出入 所以你看到很多很多文章 这里已经是非常不完整的统计了 因为今年的文章 我已经写不下了 所以后来有几个review 你可以看一下 尤其这个mian smasher 写的比较全面 所以让我做一个简单总结 从最早 从muse 自从muse的发现 到1936年之后发现 它就不断给我们 带来一些惊喜 我们发现了很多心理现象 是通过muse来看到的 它这个帕阳介质 是J3D子 或者乌布斯隆 很多都是从muse的研究 而发现出来的 所以muse的 它不仅是 它的性质 我们要详细 它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而且我们看到了很多英雄 它的英雄里边 在这个医学里边 就有应用 刚才我说 它可以做三维的这个镜像 三维的镜像 可以对细胞来做镜像 可以超主 因为它伤害比较小 它这个punetration比较强 所以它可以在 在那个固态物理 表面物理 材料物理 甚至在这个医学物理里边 有很多很多营物 所以muse这个研究 是应该起步的 现在包括我们 更深一步的对物理研究 它可能G-2 μ2-1γ 它可能都可以 揭示一些更深层 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那么呢 我们现在看了个 上次Snowmass列的五个driver 五个physicaldriver Higgs是一个driver Nutrino是driver Barkmeter driver Cosmic Acceleration 也是driver 那么 Unknown driver 那么我们看有什么东西 跟MuO有关的 几乎所有东西都打差 所以Funch的LiC里面 当然用到了MuO 这个Linocator 用到了MuO 这个Nutrino里面 用到了MuO 所以说跟MuO有关的 在我们五个Higgs 五个物理driver里面 各个跟MuO都有关 所以MuO是非常重要的 所有的一些新物理 应用都跟MuO有关 所以MuO物理呢 应该在最近一段时间 一直会保持非常重要 无论是你做The Bright and Butter Nutrino Oscillation 还是要做今后 十年二十年今后的 高能物理前沿 所以MuO一直是应该 很重要的一个题目 是无论是理论 实验加速记忆的同时 都应该考虑插手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就停在这了 希望大家有所启发 也希望大家推出问题来讨论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韩老师 非常精彩地 回顾了一下 跟MuO相关的历史 以及MuO的物理 对于粒子物理发展 所及的重要作用 甚至是利用MuO所做的实验 基于MuO的技术之类的 然后在提问发解之前 我想先补充一个comment 其实跟复旦有关 就是复旦不只是在做CMS的实验 其实复旦BELT实验组 已经变成在国内应该是最大的 然后在整个BELT的合作组里面 排名我们已经接近了前十了 其实我们这里面正好有位老师 以前就是比赛宝大学的BELT组里面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提问环节 我看刚才好像是李刚还是谁举手 我这里面看不到 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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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生老师 陈老师好 感谢精彩报告 非常羞乞 我有点点义务的问题 就是在那个RK RKSTAR的时候 我们做模型无关分析 当然可以把心理归结于 大家一般归结于MUSE 对吧 但最近我看也有人说 特别是那个WBOSOMMAS 出来之后 有人说为了解释那个 用LAMDA QUARC MODEL 他就说我要把心理归结于电子 电子优质 想说您有什么评论没 我好像不一定有什么 这个非常有结论性的评论了 因为这现在都是 都是理论上的一些可能性 那你要提出的可能性的话呢 那就是一个新的想法 可能挺有意思 肯定挺有意义 那么希望能够进一步 进一步在别的实验里边 相关的实验里边来考虑 这是当然我觉得 这样考虑是可以的 也是应该的 但从我个人来讲的话呢 因为这个粒子越重的话吧 它参与的新的现象可能越多 就像刚才所谓的G-2一样 G-2里边 你要做电子的G-2 新物理现象出现的可能性 就非常非常小 因为电子非常非常轻 你对这个测理量非常准 QED就非常非常准 所以MUSE的话呢 就一下子接近这个 LAMDA QCD的scale 就有些新物理现象在里边 所以要是我naive这样考虑的话呢 在这个MUSE的范围 或者更重的这样的范围里边 可能性会更大 我只能是这么猜测 但是这不是一个很有结论性的一个评论 因为我觉得 要是有这样的模型 还是挺有意思的 最好是找出其他的相关实验 然后能不能在其他相关实验里边 也协同来做 两个实验都看到类似现象 才会有 才会让大家信服和有基准性 好的 谢谢 接下来梁佐藤老师 韩涛 今天是非常好的报告 尽管你前两次你讲 我都听了 但是我今天听了 我还是很有实话 我是觉得今天参加的人挺多的 我都想那个问一个 就是思想 就是可能你原来也都讲过的问题 就是美国现在对这个Mew-on-Klider 它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 你对就是 就是现在你能做政坦 这样子对这种对上 就像我们GEPC啦 这种计划 然后你有什么看法 我就觉得是 所以你这个 再带大家一起去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现在 这个所做的这个Snow Mars 就是十年左右做一次 这个十年左右做一次的话 就是要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评价 对我们目前 我们现在 这十年当中 我们学到了一些什么新的物理 那么我们怎么样 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来提高 那个下一代高能对上机 显然是重要的提到 一时日程上来的 就是因为LSE已经明确了 LSE Luminosity Upgrade也明确了 无论从这个 从这个资金上 还是从技术上 已经明确了 这个没有什么悬念了 所以现在当然要考虑下一代怎么做 所以我觉得呢 要有一个技术 技术上的问题呢 只有日本这个ILC 相对来讲就成熟 这个ILC这个日本 这个ILC这个技术 如果要是国际上要决定做 日本政府 首先日本政府决定做 大家同意参与 它是可能很快插手的 其他所有的加速机在内 包括我们考虑的这个CPC 和这个FCEE 目前呢 你言隧道怎么做 现在大家也没有明确的一个共识吧 在哪做隧道 我们也不知道 能不能做到也不知道 有没有 所以这个还是很远的 Mewon Collider呢 刚才我们提到了 要做起来呢 会简单很多 小很小吧 就在formative side就可以做了 但是技术上呢 从accelerator技术来讲 比那个CPC更challenge 所以每个都有它的难处 每个都有它一点 更吸引人的地方 所以呢 我们在SNOMAS的结论里边 会写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表 实际上我这个表我已经有 但是因为我今天的talk 不是Future Cloud里的talk 我就没有给大家收这个表 我们呢 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列的一个表 就是说从技术的可行性到什么程度 从资金的损耗程度 会到什么程度 然后和那个社会支持 政府支持会到中间 会有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评价 所以在这个SNOMAS结束的时候 就今年十月份的时候 我们这个报告就会出来 这是这个FITICIT 我们科学家提出来的 但是你知道决定不是我们科学家做的 决定还是这个政府 或者是那个在美国的话是国会 在国内的话可能是这个上面的领导 这样决定的 所以这个呢是下一步 这个我说这个是物理和物理 从技术上和资金上的 这个衡量的一个结论 这个会有结论 这个基本上Mewon Collider 我认为是会认真地提到 意识日程上来的 下一步肯定要做认真的R&D 这是肯定 但是能做到什么程度 能这个批准到什么程度 那超出了我们这个SNOMAS的活动 我们SNOMAS不做recommendation 下面那个叫P5 就是prioritization的panel 那个panel是更少一部分人 来决定下一步做什么 要跟资金 要跟政府合在一起的 那个马上就会SNOMAS SNOMAS就是为了给那个做input 那个就用我们SNOMAS的结果 来carry on 来选择 来做选项 那个是下一步 基本上今年年底开始构造 明年年初p5出报告 那个时候就会有美国的这个结论 好嘞 谢谢 好 葛亮 老师你好 那个我是复旦大学的马国亮 非常感谢您精彩的报告 您报告当中的有句话 那个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 就是buyone get one free 这个说明就是说 我们这个mewon这个对撞机 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丰富的 这个物理 这个研究的这个内容 但是就是说 这个是不是也有 这个它不好的一方面 因为它会给我们带来 很多我们 就是说free的东西 很多是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它是不是比那个电子电子 对撞机可以带来 就是说我理解的 是不是它的背景也多了 因为你的这个quark 这个这些自由度进去以后 它就更像那个LRC的 那个推撞机 那个质子质的推撞机 您能说一下 它这个优缺点 或其他的 对 说得非常对 说得非常对 确实是这样 就是说它有两者的优点 它也都同时存在两者的缺点 它这个跟电子的 跟电子类似的优点 就是直接演变 正负muse 如果要是做了10个TEV 正负muse 你就可以产生出来 5个TEV new particles 这就像正负电子 直接湮面出来W pair 正负电子 直接湮面出来Z pair 出来BB bar 甚至今后要是在 高能说出来Td bar 这个优点是跟 这个正负电子一样的 而直子是不具备的 你看直子 13个TEV的直子 直子散出 你根本产生不出来 13除以2的这个 Heavy particles 因为结果全都 税成了块很弯 所以这点是长处所在的 但是你那个 说的那个 这个它另一个长处 就是说它有着 很多很多辐射 它就像直子里边的 胶子啊 块的辐射一样 它把很多很多channel 自旋乘1 自旋乘2 自旋乘1分之1 自旋乘2分之3 这些channel全都有 带color的channel也有 带核电1的 核电2的什么都有 所以这又是一个 带直子的 对量级的畅处 但是 上面B2 你说的非常对 这个背景 背景会大很多 而且它还有自己 衰变的背景 就是所谓的 BIM BIM induced background 所以它这个背景 比正负电子背景 要大 严重的多 严重的多 要认真对待 现在也没有一个 明确的说法 我们一定能够 完全处理好 所以现在很多人 也都在做 搞 搞围墙的人也在做 搞加速器的人也在做 搞探测器的人也在做 探测器的人中 我们设计什么样的探测器 什么样的角度 可以避免各式各样的 这样的背景 这是非常认真的一个 要必须面对的问题 B1 gate 1 free 是说两者的优点都具备 但是 Stop Consciousness 你这问题 点得非常好 也非常重要 就是两者的缺点 它都在某种程度上具备 一直大家都在很重视 并不是说 简单的就可以 避免的 是的 因为那个 就是质子质子里面 很多那个PDF的话 我们也都是 要有些很多理论去计算的 但是这个MuOng的 像这种Radiation 出很多这个GluOng 或者Quark的话 这个好像也得 需要认真的去计算一下 它到底是 就是说 但是 贡献多大 这些强项 但是 这点比值子好很多 这点比值子好很多 就说你那个GluOng 在值子有多少 你开始我根本不知道 它全是非微绕的 这个里边 完全可以用微绕计算 最开始的时候 LiOng就是0 这个边界条件是知道的 而值子里边边界条件 是不知道的 因为你值子要 到了Lam的QCD 比到Lam的QCD 它到底这边的条件 是什么 出的条件是什么样 大家不知道的 全是拿参数来FIT 而这里边 从微绕来讲 是知道的 边界条件 就是一定是Condition 是知道的 一定是Condition 只有一个Mu子 什么也没有 Valence 只有一个Mu子 而且是弱点相互作用 而且是弱点相互作用 所以这个里边 比那个QCD里边 简单很多很多 但是电子电子 是不是也会辐射出 这个Gluan 和这个 实际上 但这是微绕可以计算的 这Portivity 可以计算 我觉得 我觉得从探测器的角度来说 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看护照 另外一个是高时间精度 可能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这个是可以计算的 再一个 你要跟直子对照一样 你要有一个固定的闪烁角度 你要离开这个 这个是可以计算的 这个Buy是有 但是是Calculable 不像那个 谢谢韩老师 直子的节奏 直子的结构 我们是不知道的 直子结构 你要用Ledis来算才行 而这个Mu子里边的 会碎出多少Quark来 是可以用围绕论计算的 好的 我回头再仔细读一读 您的那个文章 谢谢韩老师 是我们文章里边写了 我们这个文章里边 讨论这部分内容了 谢谢 接下来 好 接下来少点益老师 韩老师好 非常有期待的报告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刚才也relate 刚才马老师的问题 就感觉Mu on Collider 给做Collider的人 给予更多的机会 就是马老师刚才担心的是 background很大 但Hire World 我们在L2C上 其实做的也还是比较好的 就像您说 就是我们有非常多的technology 无论从理论上 还是从实验上 所以说感觉Mu on Collider上 给我们的 如果可以做的话 感觉能做的事情还是很多 就像您做的 非常有意思的工作 pardon physics 感觉 就像您说的 什么都可能 就focus state 你做expansion 什么夸克 这些都可以出来 所以说它可以做的东西 感觉是非常多的 对 对 是 这是 比如说 比如更crazy的想法 有没有可能产生QGP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 研究过这个方向 因为你的multiplicity 也非常多 然后能量也是TV的order 有没有可能 在这种small system上面 产生夸克胶子等的一次体 这个还是没有想过 但是我觉得是 这个high density的问题 是不是 因为你在这个 LSE里边 这个 矿孔网plasma 基本是从LSE的实验里边 是那个high ion的 这个collision里边来的 这个density就上来了 pardon proton里边 这个 这矿孔网plasma的现象 现在掌握到什么程度 这个可能就有类似之处 这个 我记得是有做的 但是我不是专家 这个 这个 马老师应该知道吧 马老师一直在这方面 是这个全媒人士之一 这个在LSE的 这个CMS AS里边 能做到什么程度 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对我们的启发 因为非常类似 最开始说没有多少density 但是你要能量高的时候 它就有density 而且还可能有一定的 fine temperature 这个你知道很有意思的想法 但是我没有 我没有 没有仔细考虑过 我想查一下 这个CMS artless里边 是怎么样考虑这个问题的 那就非常有非常像的 类似之处 刘亭云你还有问题吗 我听得不太清楚 那要不接下来 是贾江勇老师 杭老师你好 我是 我是在 我是那个实习大学的 所以我们是在 同一个time zone OK 我一个问题就是 你当时提到了 那个正电子 45个GV的正电子 然后threshold production 这个mium pair 你说这个 这个非常好的idea 但是你说这个 树流强度是一个问题 对 为什么树流强度是问题呢 你可以那个 正电子是stable的 你可以 可以accumulate 这个beam 这个production 什么limitation production很少 现在就是你要 produce那么高强度的 这个positrons 大家觉得 达不到那么高的 这个luminosity 而且这个 这个散射的cross section 也比较小 你比如说 正负电子湮灭 成mul plus mul minus 就非常非常小的 那个什么 那个electro weak electro magnetic cross section 一个是这个 这个positron的beam 再加上 它散射出来的 一个cross section 又有一个 那个1% 这样的一个压体 cross section 所以这两个合起来的时候呢 这个现在 没有 没有这个 这个scheme 能够达到 希望的luminosity 就是 就是即使那个 以前那个lap 那个他们有 正负电子对撞 那个正电子的强度 也是非常低 不够是吧 那lap比这个 差好几个数量 差度 非常非常小 那个lap呢 在那个时候 才到10的 32左右吧 这个我们要 然后在那个基础上 再乘上一个percent 是吧 basically 对 对对对 OK OK 然后你 然后您刚才提到了 就是说 就日本有一个 最诚实的技术 就是说 最promising技术 到底是哪个技术 能不能这个 这个在 在这个 再解释一下 你说我 你是说 我是说 它这个在材料物理 里面应用那个吗 OK 那可能我听错了 就是说 你就在目前为止 就您觉得 哪一个 哪一个技术 是最 最有可能成熟的 就是说 这个产生 这个mian的这种 比较强的 比较好的 速度强度 现在普遍认为 原来的传统的 proton driver 是希望更大的 OK 原因是这个 这个速流非常强 非常多 唯一的问题 是cooling 你就是把它 cool到时候 就看你这个 tolerance 你要 你可以容忍 这些 bm quality 你就可以留下 更多的 迷茫 你要让它的 迷茫的质量 更好 你就损失 更多迷茫 所以你可以 在这之间 来调整 多数人认为 这个 传统的 proton driver 是主流 是更有希望的 谢谢啊 好 那接下来 请任长征老师 提问 韩老师你好 我是高能所 任长征 很精彩的报告 我想问一下 就是这个 Mian Collider 比如说要到 我们的TV 或者说五个TV 这种水平 它的大致的费用 是多少 如果我们 比如说用同样的 价钱的话 去到一个PP Collider 就相比较而言 这两个加速器 哪一个对 新物理的灵敏度 更高呢 这个里边呢 就是 现在回答呢 只能是猜测 因为 没有到那个成熟程度 所以 我可以大胆猜测 我做理论的 我也不花钱 是不是 我可以给你 大胆猜测 这个 不是特别有权威性 现在我觉得 这个Mian Collider 问题主要是R&D 没有投入 从来没有投入 美国把这个 整个钱撤了 去上次 那个 那个P5 撤这个时候 我们好几个人 简直都是 这个 气氛的不得了 因为这个是 明显很有前途的东西 大家就不往里面 投钱 现在 现在这个 美国基本上 没有在 Mian Collider R&D里面 投钱 现在研究 就是这个 Lab里面 有一些 有一些 有兴趣的科学家 然后 各个学校里面 有一些兴趣科学家 在 业余时间 跟他自己 有关的工作里面 做了一些尝试 所以这个 你要认真投入 你才能够 有这个 有这个 有这个收获 所以这个钱 到底能够 多少能够做 现在没有一个 很好的估计 这么说吧 短期眼前看 我认为需要 50 million 百万 5000万 每年 每年5000万 左右的投入 每年5000万 美元的投入 那马上 这个 这个 这个机器的设计 就会 就会 推向前进 这走 能几年走多远 到底能不能做成 这超出了 我们的本身 我们又不是 这个真正 做弹刺器的 所以这个 没有投入现在 那么假设说 这个投入 投进去了 真是认真做了 十年左右 十五年左右 把这些技术的 主要的问题 克服了 那他结果 会比这个 Future的 那个 Proton Proton 容易多了 一个是 你的大小不一样 你咱们国内 要做100个公里 人家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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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那个 那个 16个公里 是你 几乎是你的 那个 不到五分之一 是不是 所以你是这个 你从磁铁上讲 你省多了 而且 在一个 你从那个 磁铁强度上看 而且这个 三重八三连进 比你那个 不稀点 不比你小 所以从长远上看 我认为 从价钱 造价上看 和物理 物理 这个 目标来看 Murang Client 前景更好 但是 但是现在技术 不成熟 你得往里面 砸钱 你得做 你得研发技术 技术 要是真是 公关不了 那咱们这个 还都是 停留在 这个目前的 猜测上看 好的 谢谢 韩老师 嗯 那接下来 请复旦的 李兆宏老师 提问 韩老师 你好 我是复旦 大学的 李兆宏 我是第二次 提您的报告了 每次都有新的 起码 非常感谢 然后我有两个问题 要请教你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 就是我们 比如我们之后 要做应用的话 比如说 我们做 迷云的成像 或者是 做一些磁性的分析的话 如果能把迷云 做成微数 这个是 就是之前 前景的报告 也是 就是很有前景的 就是我想了解一下 就是 现在我们 就是迷云 基于加速器的迷云 就是MEV量级的 它的 就是做微数 这个 它的技术瓶颈 已经解决了吗 还是说 有什么 新的技术瓶颈 然后 就是基于这个问题的 第二个问题是 就是我们如果做 没有做微数的话 迷云的微数的话 探测器 也是个问题 您在报告里面 刚才也提到过 就是 因为一方面是 迷云衰变比较快 另一方面是 它的一些刺激例子 会造成一些背景 然后这个 如果做微数的话 就探测器有什么 特殊的要求吗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 我这个 你后边这个探测器 这个我听得比较清楚了 而且也有一定的印象 那我先说这个探测器 然后你再重温一遍 你前面这个好看怎么样 好的好的 这个探测器呢 刚才那个少林宇也说了 少林宇也是做QCD 他做QCD的这个 这个 Cross-section的困难地方 迷云衰的探测器 一定不比 Hydron衰的探测器 更困难 它会有一些更大的 比正负电子 有更大的背景 它有很多Radiation 这个因为这VBF高能 VBF已经出来了 而且它还衰变 但是它的Cross-section 比你 比你Proton的Cross-section 要小好几个数量 所以不会比你在LIC里面 探测器更困难 所以这是 现在大家一直在采用一些 怎么样做一些Shifting 怎么样做一些 这个角度 这个调整 让它避开这个东西 或加一些什么 重材料 有一些各样的一些想法 在这个避免这些困难 但是不会比这个 LIC里面的 Cross-section更大 比那个背景小 好多好多数量 但是那个 更连续性一点 我觉得这个不会比那个 会更困难 所以不是说 不是So-stopper 不是说 探测器不会So-stopper 加速器 Cross-section会So-stopper Cross-section做不好的话 这个你的数量就做不成了 这个探测器只是 如何优化 如何改变的问题 对 那你前面第一个说是 这个这个数量问题 你这个到底是 你能不能再 再Sharp一下 Sharp一下你那个数量 那个问题是什么 让我 想让我怎么讨论 不好意思 因为没表达清楚 就是我们如果现在 就是有机器加速器 然后我们 比如说我们已经有了 这个冥亡的beam 然后我想把这个beam 给focus到 比如micron量解的 就做microbeam 然后现在这个 我不太了解就是国际上 然后有做这个的吗 然后是或者是做到什么程度了 这就是它那个cooling的 这个我认为 这就跟这个cooling的 damp switch是一回事 因为它刚刚出来的 一些冥亡吧 它是 它是很宽的 很 就是全都在 一个很 很宽很宽的范围 这样跑 能量呢 也不太一致 而且方向也不太一致 所以它就把这个 x和y的方向 全都冷酷下来 让它慢下来 就xy方向就没有动量 然后它才在 这一方向的加速 这才成为beam 所以看到f方面和 y方面的压低 已经压低到一个数量级了 能基本上 能做到一个数量级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 你说microbeam 在更好的一个质量 我不知道你 跟你这个具体定量 能不能达到那个程度 它这个里边 那个 Nature的一篇文章里边 画了一个图 大家解释不一样 我认为它已经改善了 一个数量级 它把原来出来的 这个 那个 Decay出来的 Muong 已经在横向 xy方向 已经压低了一个数量级 然后让它一起 往前面 自己方向加速 这个已经做到 所以这是为什么 大家认为 Pooling这件事 是 Demonstrate了 但是这个质量 还是差很多的 我认为能可以 能把以前的 减低一个数量级 好的 谢谢杭老师 非常感谢 接下来请 包手上老师提问 杭老师你好 包手上 我想问一下 就是刚才 有个老师也问过了 就是那个 Muong 它需要从 其他的过程来 来制备 那这样的话 这个Muong 是不是就是会天然的 带着 就是被激化 因为它基本上都是 通过热项活资源过来的 对 你要是在它 刚刚 产生出来的时候 是百分之百 左手激化的 因为这个是 W 衰变出来的 就是Pi W衰变出来的 中微子 基本上是左手 这个Muong 是百分之百的 那个激化的 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 在Production之中 原则是这样的 可是现在 你要是把它 做成溯流的时候 可不一定 你比如说 你这个百分之百 激化是沿着这个方向 百分之百激化 可是你把这个方向 全都改成 沿着这个 在同一个方向 往前走 你会Lose 很多很多的 Polarization 所以结果 就说 目前来看 大家认为 能够保持到 百分之二三十 就已经相当相当 好了 甚至甚至百分之二三十 都保持不到 即便是那个 即便就是 一开始百分之百的话 后面就真的 对撞的时候 也不会是完全 就是百分之二十的 激化了 你的意思 对对对 因为他百分之百 激化是沿着不同方向的 他沿着你动脏 那个方向 对 他对动脏 当时出来的时候 不是沿着 全都沿着一个 那个Z方向走的 所以你知道 你还要把它 往Z方向投影 投影下来以后 剩下多少 就不一定了 有过估计 你早期的时候 有过人写过 这样的估计文章 认为百分之二三十 是可能的 但目前的 搞加速期的人 百分之二三十 他都不愿意接受 他说我们不管 激化了 激化对我们 搞理论的人很重要 对搞实验的人 不太重要 他不在乎 他说我要 刘梅拉斯里 我不要激化 即便就是 即便就是 那个 不是 就是 碰撞的时候 即便是 完全不激化的话 那么就是 因为他 他那上面的 就是我们 如果看夸克的 那个partum的话 他辐射出来的时候 他可以通过光子 也可以通过W 那还是会激化 是吧 就是他的partum的话 你比较像他的夸克 如果我们看夸克的话 还是激化的 是吧 因为夸克 通过 如果通过W 辐射出来的 就中间一个W 存不值的话 是不是还是 但 那个激化 它是有方向 它是激化什么方向 你说是激化什么 你是知道 Longer究竟的激化 还是Transfer 你激化 你得有一个方向 你刚才 我所说的 Longer究竟的激化 沿着这个 沿着这个G轴方向 它激化到什么程度 它只能保持到 百分之二三十 它刚出来的时候 任何方向跑都有了 它沿着任何方向 百分之百激化 那你并不在 G轴上面激化 但是 但是不分纸的话 如果是看 那个 PATAM的话 那个PDF的话 它应该主要还是 沿着那个 那个 就是 那个轴上 那个运动 我觉得这个细节 是不是可以后面再 再讨论 好 我们接下来请 赵一鸣老师提问 这个好一点 这个好一点 就是非常精彩的报告 谢谢 那个 我有个很外行的问题 就是 您在中间啊 就讲了一下 这个Muse的应用 这个Muse的应用 那么这应用的话 Muse带电啊 它为什么会有 那么强的 这种温度性 谢谢 很外行的 这个问题 不不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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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很好的问题啊 就是 它这个 它这个Muse 它这个 它相对来讲 它比较重 是吧 所以它跑 它跑得比较慢 它那个 电子的话呢 它很轻 它很容易被吸收 Muse很 很不容易被吸收 Muse它很重 它 它自己就 穿透出去了 你比如说 咱们用这个 这个探测器的 几个部分来看 你比如说 这个 电子 为什么没跑出去呢 电子在 电子的 那个电磁量能器里边 就被吸收了 就变成了 那个 sower 变成辐射光子 然后又被 又辐射光子 然后又被 被那个 就一传 electromagnetic shower 它比较轻 它 它跟相互重 又容易被 又容易辐射出来 一些 这个光子 然后又容易转化成 其他的 所以电子 本身 由于辐射 由于这个碎裂 就被 电磁量热器 给吸收了 而中 这个 这个MU子呢 比较重 它辐射比较小 它跑的比较 它相对来讲 跑的 又比较慢 所以它在这个 电磁量热器里边 留下了 很少很少的 这个电磁辐射 它就过去了 所以 这就是 你刚才说 它能测 那个金质塔 这个这么大的一个 几百米 上千米 这样一个 这个距离 那么它还会碰到 很多的这个 电子啊 离子 不是只有离子 分子 那么 对 MU子 它那个 由于它 这个电磁辐射比较小 它穿透力 比较 刚才 我举这个例子 就是说 为什么MU上Chamber 在一个几十米之外 可以接收到MU上 而MU上 在这个几米之内 几米之内的 这个电磁量热器里边 没有被吸收 就是因为它辐射比较少 相互动力比较少 它跑的比较慢 它就出去了 所以这是一个原因 你比如说 这个宇宙射线当中 灭亡很多 灭亡经常 打到我们身上的 我们没有觉得 是被这个 宇宙射线 就被 被灭亡死 给打 打 打坏的 所以MU子 基本上穿透力 穿透力很强 留下的 在你身体里面 留下的能量不太多 对 就是因为它质量 质量的 对 它质量 它那个质量比较大 它辐射比较小 质量比较大 辐射比较小 就 就没有多少 跟你相互动 就 没有留下太多的 电磁辐射了 就过去 好的 谢谢 还有 接下来还有 赵国强老师 张国强老师 不好意思 韩老师你好 我觉得这很精彩的报告 我做合物一点 所以 看你们在做 我还是现在没听见 你能离得近一点 韩老师 你好 韩老师 可以吗 还是不是特别清楚 可以吗 韩老师你好 喂 小龙 小龙你要能听清楚的话 你给我这个转达一下 我这边听得挺清楚的 那你会 要不我说一下 韩老师就是 为什么 原子核的贝塔衰变 没有这个μ的通道 那原子核内 如果强相互作用 是以派来起主导 就汤川秀树的那个 派戒指这个模型 原子 那我们知道派有派灵 派针派负 那是不是原子核 里面的质指相互作用的时候 它会有这个μ的这样的 类似电子队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在传递电池相互作用 就像那个强相互作用一样 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过程 在原子核当中 就第一个就是 为什么贝塔衰变 没有μ这个通道 是不是能量预值不太够 就原子核当中的 第二个是说 这个原子核内部 为什么 大家都认为只有π的这个相互 π跟μ质量差不多 但那个会不会有 以这个μ这样的一些形式的 一些共振态的这样的一个电池 相互作用在里面当中 因为我们合力束缚下 这个电池好像被平 被好像看不见 但实际上它的相互作用 可能也是很强的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过程 在原子核当中 因为我做核物理 所以我在想问题 没有什么粒子物理这块考虑 好 谢谢 我觉得最好的例子 就是α衰变和β衰变 α衰变是通过强相互作用的 强相互作用强度是1的 所以它的相互作用 可以考虑是拍截子传递 也可以考虑是其他的一些 强相和作用的交换 所以α粒子的衰变 跟β粒子衰变 我们知道有明显差别 β衰变粒子的寿命非常长 衰变程度也比较弱 那就是这个G Fermi β衰变就是有中微子参与的 那它是比α衰变小 5个数量级 甚至5的平方数量级的 所以当然μ子会参与衰变 但它参与的是β衰变 μ子要出来的话 一个是预值的问题 就是到了预值之上 它也是β衰变 μ子是典型的β衰变 π粒子是典型的 强相互作用的α衰变 它强的多 就是在原子核内部当中会不会 就是我们可能束缚在原子核内部当中的这样的一个β衰变 没有被我们看着还是可能是预值的问题 那个 那个韩老师这边可能没怎么听清楚 我来试着帮忙扣门一下 你刚才说这个β衰变呢原子核里面β衰变 它是产生可以产生电子氢子 但是呢μ的质量是100个MEV 200倍 对100个MEV 你在核衰变里面β衰变里面可能是很难会有这样的衰变的 另外一个你说是原子核里面π传递相互作用 但π它那个是一个 是一个脚趾传递相互作用的一个像一个鱼波一样的 所以这里面要在这里面再出现一个μ相关 没有是电磁跟弱相互作用的 这个可能不太会有 我同意 那接下来请余晓赵的提问 韩老师好 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可以 谢谢韩老师 我是福山大学县务所的一名学生 我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两个不太相关的问题 一个是关于您介绍的就是短处中的最后一条 就是neutrino flux这一个部分 我想它应该也不是一个show stopper 但是我们现在有什么比较合理或者现实的解决方法 是通过加更厚的屏蔽层 还是有什么别的新的方法 现在目前呢就是加那个silding加屏蔽 然后呢 以后有没有什么新的办法呢 不好说 因为你看这个你越加屏蔽的话吧 你这个材料不好 它散射也会增大呀 这个neutrino跟谁的散射都会出现问题 你屏蔽的话呢 也是很有极限性的 所以目前从simulation来讲 搞加速器的这个专家 从simulation来讲 认为如果这个μ子到了10个TEV之内 这个contamination就是the hazard neutrino hazard 还是可以控制 可以那个忍受的 在这个之上 就现在就没有那个有效的办法 很可能这个会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局限性 不一定有本事做到比10个TEV能量更高 会保持环境的这个保持环境的不够足够的 这个伤害和污染 好的谢谢 然后我另外一个问题可能就比较外行了 就是我对mium的电荷尺寸也比较感兴趣 就是这部分我不知道你有什么con 以及collider是不是也能给我们更好的 就是关于就像散射实验一样 能够给我们关于这方面有更好的理解 现在μ子和其他这些粒子都是点状粒子 就是说没有任何迹象到看到它 就是这么说吧 因为你要是说它是一个有大小的 那么它就有一个尺寸 它这个尺寸呢 就是和你这个探针的能量成反比的 对不对 你探针能量越高 你打的越深 所以你这个大小和尺寸 是跟你探测的深度有关的 比如说你在这个 你的地球之外很远很远 地球就可以处理成点的意思 对不对 你要接近地球的时候有形状了 你就看到地球 只是也是这样 到目前为止是10个TEV左右 到了10个TEV的程度 就是10的负 10的负 我也觉得是10的负 17次方到18次方厘米 这个程度 μ仍然是点粒子 就是说目前到最高的能量下 电子中 电子μ子和tau子 所有的粒子全是点粒子 所有标准模型粒子 全是点粒子 目前看 没有任何这个迹象 它们是有结构的 但是你要继续打 但是你要打得继续更深 你会不会看到 这些结构状态 这个现在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也是大家要做高能加速器的 一个motivation之一 我明白了 所以说而且由于之前 您说的关于 Hazard的10 TEV的限制 这就使得后面的 更进一步的观察就更难了 你说什么更难了 没有听清 不好意思 就是说您之前说到 10T域的程度 这是我们已经能做到极限了 然后又联系到前一个问题 就是很难更高的提高 μlion collider的能量 这就使得进一步探测点粒子 是更加困难的事情 是 这个这是能量前沿 一直是这样的一个 进与退的问题 因为你想 你要加把LSC能量 再加高7倍或者10倍 那就是我们大家所说的 SPPC 那就是虽然这个FCC HH 把那个LSC能量加了10倍 那你探测的这个尺度 就又增加了10倍 所以就是 这是直接回答你的问题的一个 一个步骤 就是你只要能量打的越高 你就更可能看到它下面的结构 直子也是这样 直子刚刚发现的时候 在直子发现以前 那它就是一个点粒子 可是后来你用电子来打 你发现直子有形状因子 直子是一团 那个跟空间分过的东西 那你要看到形状因子 这个时候呢 那你就知道这个直子 不像是一个完全点状了 所以你问的这个μ网 和问的这个 甚至是这个Higgs WZ 有同样的问题 我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它 已经不像一个基本粒子 有它这个form factor 跟动量 跟能量有关的form factor 那你就是看到了 第一步的 它的那个结构 就是能量打 能量更高 打得更深 就可以看到它 那个好 那个不知不觉 已经快两个小时了 韩老师报告特别精彩 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再允许再一个提问 接下来请杨曹普老师提问 韩老师能听到吗 能听到 能听到 韩老师 我也是个学和的 对 我是新南科大的 对 我想问就是你刚才提到 那个μz有个反常词句 就是电子 比现在理论上 就是电子的反常词句 跟到实验测得到 跟到理论上符得很好 但是μz现在更是 看到理论上和实际的 现在有一个差距 除了有可能是 现在没有定论 就是除了它可能是 因为μz是电子的 质量是200多倍 又不可能是其他的原因 那其他原因就是说 它比较重的时候 然后它会有很多新的量子修正 就是说你比如说 这个电子是0.5个MeV 非常非常轻 它不可能量子修正 不可能站落出来 就测不出原理了 测不出原理里面 不太容易有新的 新的粒子 在这个真空站落里面 所以μz是100多MeV 那要有130个MeV的 这个π借子 要参与你的量子修正 还是很可能的 所以它就是说 从量子修正这方面看 就是所谓圈图 这就是所谓圈图里面 简单的说 就是你中量子力学的二级微绕 你量子力学二级微绕 你不加一个球核吗 你球核里面 要是所有的虚粒子 全球核进来 在电子里面 你加这个以后 根本基本上 没有任何粒子能够进来 因为它这个能量非常低 量子涨落 或者测不出原理 根本进不来 什么新的现象 而你那个μz质量很大 那更何况说 你这个Higgs Higgs假设在另一个粒子 Higgs100多个基因 那它当然所有粒子 全都量子修正 全都进来了 那Higgs衰变成 各种各样的新的东西 所以这个预值 就标志着 你可以探测到 什么样的新东西 它之所以只是因为 它中200倍 就说明它量子修正 Quantum Corrections 可以引入很多很多新的东西 好 谢谢韩老师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 特别特别感谢韩老师 这么精彩的报告 他持续时间已经快两个小时 韩老师您辛苦了 没事 很高兴跟大家讨论 好 那我们期待等疫情过去以后 您回过的时候 能到复旦这边来看看 我也期待 我也非常期待 有机会去跟大家直接讨论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韩老师 谢谢大家 辛苦 谢谢大家 谢谢韩老师 再见 好 谢谢小龙 谢谢 谢谢那个马院士 然后咱们有后再保持联系 再见 好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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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